世诗纪第十八章 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亡 那时,但之派还在寻找可居住的地业 因为直到那一天,在以色列的众之派中 但之派仍没有得着地业 于是,但人从索拉和以石陶 拆派他们家族中的五个勇士 去窥探查查那地 对他们说,你们去查查那地吧 他们来到以法连山地 进了米家的家,就在那里住宿 他们在米家的家附近 认出那青年立位人的口音来 就过去他那里问他 谁带你到这里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有什么? 他回答他们 米家如此这般待我 他顾了我,我就做了他的祭司 他们对他说 请你求问神 使我们知道我们要走的道路是否顺利 祭司对他们说 你们平安地去吧 你们要走的道路是蒙耶和华悦纳的 于是那五个人离开了 来到拉义 看见那里的人民安然居住 好像西顿人一样 生活平静安稳 在那地又没有人掌权 使他们受屈辱 他们离西顿人也很远 也没有与别人来往 他们回到索拉和以什陶自己的族人那里去 族人问他们 你们有什么话说? 他们回答 起来 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 因为我们已经看过那地 见那地十分美好 你们还静坐不动吗? 不可再迟言 要赶快去取得那地 你们到了那里的时候 你们必遇见安然居住的人民 那地的两边宽阔 神已经把那地交在你们手里 那地百物俱全 一无所缺 于是旦人的家族中 有六百人带着兵器从那里出发 就是从索拉和以什陶出发 他们上去 在犹大的激烈野林安营 因此 人把那地方叫做马哈尼旦 直到现在 这地方是在激烈野林的西边 他们从那里经过 往以法连山地去 来到米家的家 从前去窥探拉异地的五个人 对他们的族人说 这些屋子里有乙福德 神像 雕像 和柱像 你们知道吗? 现在你们要考虑一下 应该怎样行? 于是他们五人转身 进入米家的家 来到那青年立位人的屋里 向他问安 那六百旦人 带着兵器 都站在门口 从前去窥探那地的五个人上前 进入里面 把雕像 乙福德 神像 和柱像 都拿去了 祭司和带着兵器的六百人 都站在门口 当那五个人 进了米家的家 拿走雕像 乙福德 神像 和柱像的时候 祭司就问他们 你们做什么呢? 他们回答他 不要出声 用手掩着你的嘴 跟我们走吧 好做我们的师父和祭司 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 还是做以色列中 一个支派 一个家族的祭司好呢? 祭司心里高兴 就拿着乙福德 神像 和雕像 来到众人中间 他们就转身离去 把妇孺和牲畜 以及财物 都放在前面 他们离开米家的家 很远的时候 在米家的家附近 各家的人 都被召集出来 去追赶淡仁 他们呼叫淡仁 淡仁转过脸来 问米家 你召集了这么多人 出来做什么? 米家回答 你们把我所做的神像 和我的祭司都带走了 我还有什么呢? 你们怎么还问我 你做什么呢? 淡仁对米家说 不要再让我们 听见你的声音 恐怕有暴躁的人 攻击你们 以致你和你全家 尽都丧失性命 淡仁继续走他们的路 米家见他们比自己强 就转身回自己的家去了 淡仁把米家所做的神像 和他的祭司都带走 他们来到拉义 去到平静安居的人民那里 就用刀剑击杀了他们 又用火烧了那城 没有人搭救 因为离西顿很远 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 这城位于靠近 伯利河的山谷中 淡仁重建那城 住在其中 按着他们的祖宗 以色列所生的儿子 淡的名字 给那城起名叫淡 其实那城原先的名字叫拉义 淡仁就为自己 把那雕像立起来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约拿丹 和他的子孙 都做了淡之派的祭司 直到那地遭受掳掠的日子 神的殿在世罗有多少日子 淡仁为自己设立米家所做的雕像 也有多少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